大家好 有時候把傷感的情緒 悶在心中是相當難受的一件事 就像我在補完 《來自繽紛世界》明日這部去年的作品後 馬上必須回到軍中的心情一致 而不在此觸發一下心情 做個影片 壓壓鍵 實在對不起自己 其實只是滑了一下 YD發現竟然沒有半個人做這部的心得 除了小卡住了一份半鐘 總之這部短影片不為別的 只希望能一同分享這個 我差點就錯過的青春取相劇 《來自繽紛世界》的明日 我是雅次元 我用感動 分享我所希望的故事 P.A.Works這回的原創挑戰 怎麼接觸 怎麼動人 我想畫面 自然會說話 觀影精緯定運用 把美麗意涵及美術功力發揮到極致 讓我每一次的OPED中毒的情況 比刀劍的Animus還要嚴重 而劇情細節便排於少年少女們的煩惱心情 相信大家都有謀共睹 如果你還沒看過 更強烈推薦您在觀看接下來還有劇透的影片前 好好去享受這些唯美的畫面與心境 在此我就把剩下的時間 交給色彩來訴說未來的那片薄明吧 這齣跨越60年時空的青春群像劇 描寫看不見色彩的17歲魔法師少女Hitomi 被奶奶Kohaku以時間魔法送回60年前的2018 為了找回她的色彩 為了留住一生難忘的回憶 而在一片黑白的時期中 她遇見了年輕時的奶奶 學校社團的一群智友 以及繪畫為深的少年Aoi Yudou 校園主開著青色旅程展開 而終有一天青春的宴席也將引來收束 這是關於探尋內心色彩 抓住彼此幸福的歐語 起初 同妹來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 一個依舊失去色彩 並且依然討厭著自身魔法的世界 對其他人來說 沒有色彩的世界根本無法想像 但對17歲的銀髮商女來說 只是如家常便繁般的魔咒 這樣智雲般的束縛 讓她的魔法迷路了 但是因為遇上了60年前 與她同歲的琥珀 她理解了魔法的真諦 就是帶給人們幸福的歡笑 是創造美好回憶的力量 而也是此時 微想走進了同美的人生中 一鳴在繪畫上遇上瓶頸 將溺死於枯竭的黑色漩渦中的少年 與一鳴看不見色彩 失去了幸福與自身魔法的少年邂逅 屬於兩個人的色彩 開始填補彼此內心的裂縫 修正前進的道路 就算可能看不見你眼淚所代表的色彩 但我知道你內心無聲的哭泣 就算鮮明的燈火逐漸遠去 但我與你的距離卻漸漸拉近 即便遙遠縱使遙遠 我也會如同喜悅一般 探尋你未來的光輝 唯想幫助同美想起了色彩的模樣 而跟著一群打造了青春回憶的夥伴 一步一步底同美意起了何謂幸福 找回了自信 找回了勇氣 還有她來到2018這個時空的意義 在新戰方的記憶之中 一切的美好的時光 皆化為一幅幅般藍化卷 永存於不會吞去的記憶中 璀璨無比的煙花 或許會轉瞬化為天空 化為雲彩 但名為戀情的煙火 永遠都不會消失 他們是為了取回彼此未來的色彩而相遇 同時也因為找回了那明日 博明之後的幸福而離別 但不論這個世界變得如何 我絕對不會忘記給予我繽紛世界你 而伴隨著刻骨銘心的痛 我會想起無彩斑斂的你 謝謝你讓我想起了色彩斑斂的模樣 謝謝你讓我找回了舞動畫筆的自信 因為是你為我的未來施展了名為幸福的魔法 是你幫我回想起了這個充滿色彩的繽紛世界 現實中人們最初都曾感到不安 面對未知的失誤還有已知的不幸 逼著自己封閉自誤的情感與心情 所以在人們眼中世界少了色彩 但這個世界並不是缺乏色彩 只是我們的心情忘卻了 忘記了多才多姿是什麼樣子 我也許無法帶你領回這個世界 因為我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也許也沒有那樣的資格 不過至少我可以告訴你 多一點自信吧 多笑一點吧 沒錯在各式各樣的生活中 大家必定有過不安 害怕 厭煩 傷心過 生氣過 哭泣過 甚至捨不得放下某些東西 或是突然失去了某些東西 我也是如此 我失敗過 我氣餒過 我曾痛故意決到想要垂破一切 放聲大喊 曾有那麼幾段時期 我覺得我面前的世界 被洗去了該有的顏色 只因為人生的不如意 只因為幾滴破碎的不幸而消沉跌倒 然而在這之中 縱然很悲傷 但也有很開心的時候 也沉迷過某樣事物 心動過 喜悅過 成功過 可能有時只是剎那間的小確幸 可能不是足以彌補生命缺口的情緒波動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隨著心情 世界也將隨之改變 直到現在 我知道幸福或歡笑長什麼樣子 而相信你 也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幸福 就如同劇中的少年少女們 因為有彼此所給予的色彩 他們的明天 必將是五彩繽紛 所以最後 如果你有需要 讓我來告訴你吧 事實上其實原本就有著這麼多迅爛的顏色 草的青綠 花的煙紅 太陽的金黃 大海的碧藍 秀髮如月光般的銀白色 雙銅如博明般的琥珀菊 還有魔法如彩虹般的七彩色澤 站住雨過天晴後 空中自會架起彩虹 那麼屬於你的顏色又是怎麼樣的呢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下次的創作會是何時我也不清楚 但願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想要看到更多ACGN 集合人生經驗的相關創作 那請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個小鈴鐺 還有追蹤FB粉專的消息唷 我是雅次元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繽紛色彩 多BYE